我解釋这个给你的说法是 根据人与名词的性别来决定用正确的定管之后人称代词 为了更简单 只要不加名词在句子里 你可以用中心的性别 这样它基本上是 就是全部的名词 它的名词是银行的 基本的句子 我解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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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问句 你解釋这个 请请告诉别人 你要解釋什么 的两个常见的方法是 加一个名字 或多号为 我解釋这个功能 我解釋这个功能 解釋这个 这些命令是 解釋这个 解釋这个 或是服力 解釋这个 加上请太阻动词 我解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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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这个 正确的时代 现在是 Ich erkläre dir das 现在完成是 Ich habe dir das erklärt 未来是 Ich werde dir das erklären 不常用的时代 过去是 Ich erklärte dir das 过去完成是 Ich hatte dir das erklärt 未来完成是 Ich werde dir das erklärt haben Ich werde dir das erklärt haben